Hello 大家好,Re1です 好,我们这一次9周年后的首张限定卡 已经是确定了 急速的第一形态大王,他的能力也已经出来了 那么这次的话,主要就是想跟大家稍微来聊一下 极限Zack觉醒这方面的东西 就这次出的是大王,那么其实可以很好的去推测 到底会把什么角色给极限Zack觉醒上来 那么这个角色我相信大家也是可以想象得到 而且在这一次的资料下载当中 就有跟上一轮我们在9周年的倒数活动的时间 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就是在当初,我们不就是突然间就有发现到 海外拆包到了,就猜到 这一张 巫孔 他的极限Zack之后的一些效果 然后已经被放进那个游戏内了 那么这一次的这一张 会极限Zack的角色 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海外的那位拆包大佬已经把它拆解出来讲说 在必杀效果上面 他的那些文字啊 那些一些描述 的那个特效啦 会有一点点的 像那个必杀 那个数字 炸出来过后会有那种 光线不一样的 那个亮晶光 闪闪发亮的样子 就跟这个利出兆当初是一样的 那么那一张角色的话 就是 这一位 我们的 素数的巴达克 老实说,这一张巴达克跟推出的那个 Fritasama 完全可以说是 第一个会联系上来 然后讲说 极限Zack觉醒的角色啦 这是肯定的 毕竟那个OVA就是毁灭了 这个 北极大行星嘛 然后在那个 这张会出现到那个 那个回到过去 也是因为被炸掉的关系 是吧 我有点小忘记掉 不过剧情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式啦 嗯 那么这一张的极限Zack觉醒 就相当的合理啦 而且 蛮久违的 U-R卡的极限Zack觉醒 因为整个 我们9周年的活动当中啦 所极限Zack的角色 通通都是L-R 倒数活动 利出兆 第一弹 就那个三人组 第二弹 体蓝爽人 第三弹 我们的 六周人 然后最后的惊喜 利双人 我们的那个提普 那么来到现在 终于可以回归到我们的 幽傲角色了啦 这一张巴达克来说的话 他的三维数值啦 其实是还蛮漂亮的 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 极限Zack觉醒之后 是长得这么样式 然后下面那个 是100% 就是踩行状态啦 那么这个就按照这边 大家看自己的是加多少 随机 随意的加上去就知道 这个最伪的那个三维数值 是长得这么个样 财新状态 2万的攻击 13500的防疫力 就这个数字来讲 已经是完全L-R等级的啦 再加上他现在严重的被动来讲 或者必杀效果啦 无限叠防 是还蛮不错 可是 无限叠防在 2021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非常寒的 可是来到2022年之后 无限叠防 已经开始 有一点弱势了啦 因为 给你叠的时间 非常的不足够啦 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所以在他的被动上 就非常的重要 像这一次的提普 他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叠 可是 他在没得 那个这么多时间去叠的情况下 官方会有另外一个方式 让他变强 就是可能有一些抗性之类的 所以 这一张巴达克的话 我还蛮好奇官方会不会 补上一些回避能力 或者减伤 或者全属性格动 几个回合啦 不一定讲一定要藏住下去 几个回合给他 或者就是达到某些条件 攻击参加中 有某些角色存在的时候 可以触发得到 那么这张巴达克在 最初階段啦 以为这条被动 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到啦 队伍内下级战士类别 每多一体攻击4%提升 最大50% 这个是相当可怕啦 毕竟现在下级战士这个类别 可以拿得出手的角色 真的是没几张 武道会悟空 可以算是一张啦 然后再来 打猎师也不错 去年行推出的 可是其他方面的话 就真的 没什么好角色 可以来做选择了 所以这方面 就可能这条被动到时候 会被无视掉啦 除非 就下级战士之外 他还就点点 其他的角色之类的 某些可能 某个类别啦 因为像他自己本身的队长技来讲 就是复仇 再加上下级战士 如果是可以 Extra把那个复仇给放上去的话 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 然后他的连接方面 也比较难受一些些 塞亚人的骄傲 塞亚人的火库里 那个 这个受戏城的意志 这两条连接讲真真的是很难去连啦 完全就是巴达克自己专用的那个连接来的 这个塞亚人的那个火库里拉 骄傲还比较好一些 比较多角色 还有机会可以连得上 所以这方面 就可能 巴达克小队自己本身的话 还比较 alright一些些啦 当然可以跟他连到好的角色也是有一些 不过最主要的那几条可以连得上已经是很不错啦 那么他的变身条件倒也不难 战斗开始四回合后 就可以发动 或者最凶一族的那别的敌人存在时就可以直接发动 不过因为是无限叠亡的情况下 绝对是要给他叠个两三回合啦 那我们才来变身的啦 变身之后其实就相当的理想啦 只不过就在这边是 现在是一回合攻防上升嘛 如果是可以改成三回合攻防大幅上升或者超大幅上升之类的 那就会跟你讲这样的话 可以尽快的变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 看官方怎么去改 而且他刚刚变身的五回合内啦 自身气力加三 会心回避18% 受到的减伤 这个就是减伤啦 18% 如果这边可以翻一倍的话 然后 五回合其实差不多了啦 五回合差不多了 只不过他的特攻啦 全部就是面对极细 或者就是最凶一族 比较麻烦 如果这边要改的话 帕数拉上去是肯定的啦 那么常驻减伤或者就是 Extra的一些特殊能力 一定是要给得到帕啦 不然的话这张角色是有一点点的小可惜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大致上就是这么个样子的感觉啦 那么要讲下集战士这边 如果说要稍微给他提速一点点的话 那么很可能的话就是这五张啦 巴达克小队 可能就稍微要努力一点点啦 毕竟这一次的话 那一张巴达克小队 L奥那一张免贝卡 已经极限在上来的嘛 那么这一拳 那五张巴达克小队的角色 已经蹲了这么多年了 那么在 这一阵子的活动中 把它给弄上去 也不是说 不能啦 是希望是可以有这样子的那个待遇啦 这些 他们已经是 蹲得超级无得久了啦 那么趁着这个机会一起把它弄上来 也是不错啦 因为这个 本身就是 Friza的那个 军首相啦 那么这些一群啦 在这边 给他一起弄上去 也不是说 没有可能啦 OK啦 这个就是 假设要让他可以更好用一些 可能把这一群给弄上来 当然弄上来的情况下 也要给到他们 足够的那个 强度啦 哈哈哈 而且他们有横度宇宙的战士 可以进入队长 而且大王的那个 队伍内 哈哈哈 这个 假设大王带队的 带着一群大行星 一个应该会是蛮面白的 那个 拿出来玩会很有趣 可是 实力可能不会怎么 长得怎么样子强啦 哈哈哈 那么再来 除了这一张之外啦 还有一张 就免费卡啦 我觉得 激励会非常大 因为这一张 已经是讲 我们确定可以 极限在觉醒嘛 通过刚才讲述的那个 必杀效果那些 那么这一张 齐鲁德 配合那个巴达克的话 他的极限在觉醒 应该也是 非常近的啦 在这一次活动 把他弄上来 可能性也是相当高 尤其就是 他是跟那一位 巴达克 做相对应 毕竟 巴达克打的就是他嘛 那么这一次 既然没有 再出这一张 齐鲁德的时候 来极限巴达克 那么这一次把 极限上来 一起的话 也算是一个 不错选择 可能未来再把他 给弄上来 这样子 出了一张 限定卡 for他 那么罪雄一族 也是可以再次 增长一些些啦 OK啦 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大家 这一次 会极限的人选 大概就在这一边的啦 应该跑不掉 应该跑不掉 如果是这 这一群可以极限的话 那真的是会给我们 更 extra的惊喜啦 那么这个 巴达克 的话 就希望啦 防疫这边 如果是改成大幅上升的话 可能会比较有用啦 然后再给他一个 连击之类的 OK 就是这么个样子 这个巴达克 我很喜欢他的 BGM 他的变神 统统都超级好看 他的必杀 那些动画 都是很 很棒 可惜 就生错了时代 他的特工统统都是 极细 当年他出来的时候 2020年 是2020年吗 对对对 打的都是超系关卡 然后来到 2022年 打 Rattledone的时候 他已经顶不顺了 有些关卡可以去玩啦 后来出了那个 最熊一族片 还玩得不错 然后再来的话 现在他要极限这觉醒了 结果我们开始走向蓝曲了 全部打 又打回超系了 升不逢时啊 我们的巴达克 不过也确实啦 在 剧情上面来讲的话 他真的是 升不逢时的感觉 是有相当不错的能力 可惜就被 Friza给炸掉了 OK 那么这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